十分遗憾 提前给大家败了的早年 最终获得的分数为13.30名分 下面出场的是日本选手小泽桃子 他的落地人感觉很悬 小泽桃子的空翻没有什么问题 但最后的落地确实有点狼狈 最终获得的分数为14.45名分 紧接着出场的是日本选手田中林贵 第一看号的是现在的后准班 不愧是本次比赛夺冠的最大热门 田中林贵整套动作的连接十分完美 最后的落地也很出色 最终获得的分数为14.50名分 压轴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黄秋爽 黄秋爽这一跳太精彩了 整套动作非常的流畅 丝毫没有任何问题 简单来讲就是几乎完美 最终获得的分数为15.20名分 目前占据第一的位置 下面将进入最后一位